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 今天的主题还在初阶国王的存集故事 第三十集 三十集了 小主题是 父王世事 首先要跟各位复习提醒 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 是为了修行政德涅槃 为了修波罗蜜 累积功德 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 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 意念主师也好 整天意念主师让心 专注在主师体内第七中心处 主师体内第七中心处 跟自己体内第七中心处合而为一 嗯,这样的话 主师体内的三宝 就会净化我们的身口意 越来越清静 当晚上回来见面跟全球大众 静坐抗议 各位会发现 自己修行进步很快的 这个非常重要 人生无常 各位大德 赶快修行 比较安全 这是第七中心处 总意思是 体内第七中心处 这里是我们新的安住处 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 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 我们人生的目标 藏在这儿 也是成功与快乐的全缘 皆如希望自己成功与快乐 要常常意念体内第七中心处 让自己全生全世 所累积的功德来回报 这样的话才容易成功和快乐 持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 诸佛诸圣人的 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 只是帕门昆天母尼祖师 重新发现 会来教导我们而已 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 法圣师父时代 法圣师父目前还健在 师父也在关心各位的修行 希望每位弟子 能早一点正德法神 体悟到内在的佛法与快乐 所以我们先向主持 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 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 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 天天拜师 佛法虽然神奥 但容易正德 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 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 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 体内地区中心处 当各位的修行境界 幼儿园毕业后 马上获得博士学位 能学习佛教里顺奥的法 想要学吗 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 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 当佛教存入了哪个国家 就会入境随俗 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 但里面内层 理论实践跟验证总不会变 这是佛教的整体 扩扩相关 我们要分清楚哪一块 是仪式跟文化 哪一块是理论实践跟验证 然后把重点摆在修行上 再强调 尤其是这个月 是功德与法会的季节 不要把重点摆在仪式上 跟文化上 参加法会 要把重点摆在修行上 让自己心静定下来 功德将会永远先上来 毁报各位 资论各位的心田 正当话功德采远满 各位 打得 重要吗 赶快证得法神 验证法法 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 当西北国国王知道暗杀太子的计谋 失败后 非常生气与不满 又在下令另一名胸强伸手不凡的杀手 接 接过刺杀任务 很凶恶哦 这位 西北国国国国王是谁 就不方便解采了 这名杀手 正当常好生 事机要暗杀太子时 已先被当探子的太子 护卫卫军 察觉到 这名探子 这名探子护卫军做事细心 观察力也很强 很快就发觉 行议可疑的杀手 嗯 行计可疑的杀手 加上先前 安插好的卧底 侦探也发出了情报 警戒这位大臣说 西北国将在寺 派遣杀手来刺杀太子 哎呦 探子护卫军一看到杀手时 马上知道 他是西北国派遣来 谋害杀太子的杀手 不敢怠慢 立刻八件与他拨打起来 一件刺伤对手的腹部 哦哦哦哦 刺伤对手的腹部 虽然是保护太子 保护国家 但有业障 各位大德 真是 这位军人啊 当这个业障来报应 也获得胃癌 肠胃癌等等 说是高明杀手 出手与护卫军 搏斗就受了伤 打了 败仗 只能落荒而逃 往石林 出逃命 先进过后 太子的车队终于穿越了石林 继续前行 经过温查国 太子抵达温查国的边境时 温查国太子 已在 供应太子的车队 嗯 这位太子喜爱 喜好 艺术 后来也继承王位 当上 温查国国王 嗯 温查国太子身份尊贵不至交 亲切问候太子 热忱招待这位大臣和随行的众将领 两位太子初次见面 坐下欢唱聊天时 相互感觉到彼此像认识已久般的熟悉 唱谈起来如老友般的亲切 温查国太子非常仰慕太子的学识与才能 表现出敬重之情 温查国太子过后 邀请太子进入国度 一同觐见自己的父王 温查国国王也很赞赏太子 言谈中的智慧学识 跟随着太子的这位大臣和温查国的大臣们 欢谈时述说到森林里的险境经历 大家都随身赞赏他的智慧与应变能力 温查国太子观察到太子与他父王谈话时 处处处展现出智慧与应变能力 更令他爱慕敬仰太子 也精切地感觉到自己和这些出自相似的客人一见如故 想必是彼此间有着深远的缘分 昨晚到这里 来继继续听今晚的课 父王世事 初见国王的传奇故事属于法圣师傅梦中梦的知识 请大家开开心心的听 听成纯奇故事小说就够了 各位大德 父王离世了 太子的团队在温查国受到热忱的接待 两国之间的邦交也确立了友好情谊 去谈来谈去 宋方就互相仰慕 所以就能确立了宋方的邦交友好 在初见国王的帝国的国都里 此时的高层军官正在审理 涉嫌暗杀太子的同伙人 记得吗 这些盗贼啊 圣灵里的盗贼被抓被逮捕了 就押送到国都给高层军官 在宋方的计划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计划 计划 虽然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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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没什么公平的 他把烦恼进入了西北国 国王跟军队门的心 他们被逮捕这些人呐 来攻击出这国王帝国 然后当出这国王帝国的人呐 跟他打仗 等等等等 虽然是合法为了保护国家 不过 造了恶业 各位大德就是摩罗啊 摩罗的手段 并且从中牵扯出国都里涉嫌这案件的官员 他们过后也一一被逮捕了 啊 一一被逮捕 所以要先进座抗议各位大德 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 祸中也有福 障碍中也有机会 透过修行静坐 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 感到心烦的这颗心 也能体会到快乐 所以现在开始 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 轻轻的闭上眼睛 眼睛 眼睛为窄 舒舒服服的闭上眼睛 放松 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 从脸部 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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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的两侧 都感到放松 双腿 双腿直到脚指头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 清净 透明 透明 没有担忧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 都放下不理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 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 方法很简单 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 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 没有任何内障 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 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 把心轻松的安放 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 或哪里舒服 就放在哪里 让心轻松舒服的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 如同羽毛 如同羽毛慢慢的飘落水面上 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 让自己 让自己连续的感觉 我们可以轻松的安住在体内 我们可以轻松的意念 自己熟悉的画面 自己熟悉的画面 比如太阳 月亮 我天上的星星 我天上的星星 内心只有那个画面 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 静松 静松舒服的 唯一属在那个画面 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 就重新开始 握着意念了 却回去想别事 我们就简简单单 舒舒服服的 重新开始 我们也可以在心中 轻轻的默念 写中 佛广 佛广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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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是善的意思 阿拉罕 是远离 让人生受苦的 那些不清静的东西 萨玛阿拉罕 即是进化心的正确法 让心争得人人可得的 最清静静地 我们要继续默念 萨玛阿拉罕 让默念的声音 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 慢慢地散发出去 心才能专注在 我们所观想的画面 和默念的声音 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 我们会神奇地发现 自己也能让心指定 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 每天继续做 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 如同吸气 吐气一样 不用动脑 也能呼吸 我们就能让心 让心远离一切不够 让心清静透明 轻静静静静静静灭 我们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 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 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 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静着所产生的清净气息 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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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SAMMARAM SAMMARA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MMARAM 男客人 знать sprite SAMMARAM increases 一个丝心 terren 最 paralel 自我的 Strong O 有 白 清静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想象 内在清静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 慢慢地扩大 清静的意念 是清静的能量 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 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 扩大 覆盖到家人 邻居 而却求人类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 和清静的能量 全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全递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 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 化为小苦 小苦 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 变成大了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象我们 正在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临过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类 身心快乐 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烦闷 和一些疾病 让此清静的能量 回向给 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不管 已经往生 还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拖离 痛苦 灾难 疾病 一些障碍 一些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 一些痛苦 灾难 愿此清静的能量 渗透人类 和众生的身心 静化人类 静化人类 终身和世界 不清静的六界 如同我们 如同我们 人外在的新冠病毒 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 秦时发脑病毒 使人类 互相误解 冲突 杀害 打仗等等 让世界 转换进入 戒律和道德 高尚的高尚的新时代 人类心中的清静道德 覆盖 传送 保护世界 使世界 超脱 不清静的一切 当我们的心 已经平静快乐了 那现在请每一位 慢慢的张开眼睛 请不吝点赞 并且从众签扯出国度里涉嫌这案件的官员 他们过后也一一被逮捕了 关于这道凶恶计谋的主脑人 在审理中也获得相关的线索 到底是谁呢 正当顺利地进行着案件的审理 不料此时传出另一个噩耗 太子的父王敌不过病魔 突然受众离世了 正常正常各位 生命无常 人总会生老病死的 所以就不要太过执着 这是个举国哀痛的悲伤讯息 国民都为国王的逝世而感到万分伤痛 因为爱国王 国王爱护老百姓 老百姓也热爱国王 国王逝世的突然 太子身在邻国 温查国 还没回来 继承王位的事无法进行 国家事务也暂时无人掌控 众高层官员与军官们都感到担心 为什么会担心? 来听理由 国家不能没有国王坐镇 王位控制过久 会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安全机制 也很可能引来国内的动乱 没有国家领袖就危险了 好比现代杰罗斯总统 国家没有总统没有总理 等等 更何况那个西北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国王 正虎视 单单心怀恶意的事迹 要来恭喜出家国王的帝国 高层军官们马上派出信使 飞马快报与太子 告知太子的父王世事消息 并出信太子赶紧返回国都 继承王位于安定国情 太子接获自爱的父王世事的讯息 即便 不会哭 这位大臣 这位大臣听门国王 这位大臣听门国王离世的讯息后 马上 邦交 贪污派的高层的高层官员 贪污派的高层官员前列抗议 贪污派的高层官员前的应诺 既成王位 这位天家西北国国王的不满 很可能性战 太子私信于西北国 随意更改了原定计划 以令西北国国王深感不满 认为太子言而无信 太不尊重 太不赏脸 很多理由啊 更有损他在众大臣面前的尊严和面子 认为太子这种行为是 轻狂地藐视了西北国 哦 理由 很会讲理哦 很可能让西北国国王 会以没面子的 没面子做借口 率领军队越过边境 来征讨本国 为了平息西北国国王的怒火 希望太子要在继承王位之前 应该先去觐见西北国的国王 哎哟 解释此件事 取得西北国的国王 了解与原谅之后 再回来继承王位 嗯 这就是贪污官员 很会讲一些荒唐的理由 声声事事的个性 各位大德 不过 有一点可以注意哦 就是 曾经照过二业 犯错 照着了二业 比如说这位贪污官员 就如同一个定时诈等 吉隆军事啊 他又 被烦闹刺激 就会在犯错同样的行为 在害 前准佛陀思太太的这位出家国王 定死者谈就是烦恼 在他的心理 因为前四 被好像比喻成电脑 电脑中毒了 他就有这个bug 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掉 真是这个bug 电脑的bug 又再出现 会重犯同样的行为 就照做大二业 就等明天 再听再看 他的理由 会成功吗 他所讲的 这个荒唐的理由 不过今晚 龙匹佑准备 想摩主持 圣地陀陀陀行 联接周晚 周晚到了 北兰寺 今晚呢 从北兰寺 返回法神社 但还没到 因为走了 很远 好几天 我们来 看看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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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赏 的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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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时间到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梦思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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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